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们应当最要记住的 我们不要念了 刚念过 反正就是今天我们的讲道 就是要造就人 安慰人 劝勉人 要造就人 安慰人 劝勉人 当你讲完了道 达到这个目的了 你这个讲道没讲错 你讲完了道 大家听了好得不得了 但是呢 达不到这些目的 我们说你自己以为讲得再好 可能那只是在演讲 只是在一个论坛上你的发言 那只是一个讲座 而并不是真正的讲道 现在也有的人讲道偷懒 我说这些 查经社的讲道 礼拜天到讲道了 也不需要选专辑 也不需要选经文 袁安福音从第一章 今天从第一节讲到第几节 下个礼拜结下去 再下个礼拜结下去 我们说当然这不是绝对不可以 但是往往这样的讲道 跟查经就怎么样 混在一起 即使我们说 为什么我一定要把查经跟讲道要分开 讲道的针对性很强 而查经呢 为了以明白为目的 不一定是针对的 当然我再说 我只是把我自己这样的看法 跟弟兄姊妹来提 那么我也不能说 查经社的讲道就是不好 下面我也会提到这个 还是会提到这一个方法 第二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 第十四章二十四节 哥林多前书 为什么要讲道 为什么要讲道 第十四章 第二十四节 我们一同来念 若不都做先知讲道 不然有不信的 或是不同方言的人进来 就被众人缺席 被众人生命 对 今天如果我们都做先知讲道 我们传福音 有人进来 他们就听了受感动 我是借用这些圣经 特别就提出 有的时候我们的讲道 可以 可以 同时 同时 向 多人 传福音 平时 我们传福音一对一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传福音的聚会讲道 就可以好些不信的人 同时都能听到 这是我们说 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向多人同时的来传 哥林多前书第三 第十四章 第三十一节 哥林多前书 第十四章 第三十一节 一起来念 因为你们都可以 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 教授们学道理 教授们得圈免 得圈免以外 也有一个学道理 这个学道理 跟查经的学道理 有一点不同 查经 我们的目标 要希望弟兄姊妹 对圣经能够明白 通过圣经的明白 以后自己读经 你就能够明白 这里面的内容 当然最后的效果 还是得圈免 但是我们都知道 今天讲道 它能够达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我想几乎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从别人的讲道里面得一的 就是我们对耶稣的道理 我们是怎么明白的 应当承认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明白的不多 以后我们逐渐逐渐的明白 越来越多 我们说这个明白是从哪里来 当然也包括有的时候 有弟兄姊妹来探访 在探访的时候 会提到一些真理的信心 也包括弟兄姊妹 我们大家在一起的交通 我们大家一起谈论 我们也会明白一些道理 但是你是不是觉得最主要的是什么 听道 今天你从听道的里面 你就明白了很多的道理 所以一个从年轻就信了耶稣的人 他听道的机会多 他对道理的明白就多 我们也常常说 在一个教会里面 有一个忠心的牧人 他对真理能够是有清楚认识的 我们说这是对教会的信徒 神所给的一个最大的祝福 因为从在聚会里面 你一直听他的道理 你自然就受他的造就 常常也是什么样的师父 出什么样的徒弟 你在哪一个教会 一直是听哪一个传道人讲道的 你对真理的认识 往往跟他的模式 就会差不多 我们说怎么能够得到这么一些造就 听道而来 所以我们说 当我们今天带领一个教会 如果我们每一次的讲道 我们是讲得清楚 讲得合乎真理 讲得能够使信徒得造就 信徒都喜欢来 常常我们知道 为什么相近的两个教会 有的时候这个教会的人很多 那个教会人非常少 原因在哪里 原因就是很多时候 这一个教会 他们讲道符合圣经 而且有信息 有内容 那一个教会到礼拜堂里面去 你去听他的讲道 我们说不一定是在讲圣经 而且所讲的那些道理 并不造就人的心理 我们说羊群它是会自己选择 两块草地在相隔壁的话 一块草地的草 长得肥 另外一块草地的草 长得干比又瘦 你说这个羊往哪一边去 都很自然会往那个肥草的那边去 今天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说讲道的重要 就在这里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得照 就以我自己来说 今天对真理的认识 当然现在我要上课 我跟弟兄姊妹上的课 很多是需要我自己到圣经里面去查考 也跟我过去受过的造就分不开 但是对于一个基本真理的认识 从哪里来 还是从听道来 听了道理以后 你自然的就会把这些内容自己就吸收 然后慢慢慢慢在你的里面 会把它综合起来 有的时候你受栽培受造就 受培训 我们说只是把这些内容怎么样 点一下 有一次我讲完了 上完了课 有一个弟兄说的蛮有意思 他说你讲的这些事情 其实我本来也都知道 不过本来在我的里面是乱七八糟的 杂乱无章 现在经过你这么一点好像就排好 就排好 就排队了 那这样呢 你就自己更容易着握 就是这样 讲道呢 它比较容易让你这一点那一点 什么都放到你的心里面来 那么有的时候 查经和栽培就有它的重要性 帮你把它排队排起来 但是你没有这些讲道呢 查经叫你排队呢 没什么人来排 对不对 你要排队也得有人来排 这些内容哪里呢 还是从讲道来 所以讲道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在这上面 求神给我们能有讲道的恩赐 所以我们说这个 为什么要讲道可以帮助信徒 学习明白道理 可以说我们信仰的建立 最主要的就是靠着讲道 靠着讲道 所以保罗也是说 所以保罗也是说 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有先知讲道的恩赐 我们看第四点 我们看第四点 和所讲的耶税基督 并造永不隐藏福言的奥秘 兼顾你们的心 对 今天唯有神 但是神兼顾我们的心 还是需要借助什么 在这里说 所传的福音 和所讲的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所讲的道 是神可以借助这些道 兼顾我们的心 这个兼顾我们的心 兼顾我们的什么心啊 我想保罗在这里讲的 当然就是只兼顾我们的信心 今天我们的灵命最要紧的 要能够信心兼顾 可以说 为什么要讲道 就是为要 免力 信徒 为要免力信徒 信心 坚固 为要免力信徒 信心的坚固 为要免力信徒 我想这个是我们要明白 为什么要讲道 大家不要觉得这些好像 好像是多余 我觉得这些 为什么我要提出来 就希望弟兄姊妹明确 每一次我们每一个侍奉的人 要出去讲道 不要敷衍赛 今天每一次我们在讲道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神是有托付给我们 我们不要一讲到托付就想到大使命 当然大使命是神的托付 是给全教会 当你讲道的时候 神给你的托付 绝对不下于这一个使命 因为大使命就要靠这许多的托付 合起来做成功 今天神给我们的托付就是需要借着讲道 讲神的话 讲圣经 来使弟兄姊妹的心灵 得免力 得造就 可以知道该怎样行 可以使弟兄姊妹的信心 能够建国 这个是 为什么要讲道 我在这里举了四点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点 怎样准备奖章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讲道一些具体准备 我们说具体准备每个人有不同的方法 所以在这里 弟兄姊妹我只是做一些建议 这不是说非要这样不可 怎样做准备 我记得有一次我讲完了这一课 有一个弟兄来跟我说 我们过去呢这些都不算讲道了 我说你完全错了 这只是我的一些意见 你绝对没有必要像这些内容完全照顾 那么当然 我因为在这里要上课 所以我必须要把我的意见告诉大家 能够按照圣经的 我尽量按照圣经的教导 像前面我们所讲的那些 应该说都是圣经的教导 那不是我的意见 那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 但是怎么来做准备 没有绝对的好像非的这么准备不可 但是常常有些弟兄姊妹会问我 你是怎么准备讲章呢 给我们讲一下讲道学吧 我没有什么讲道学 我就是这一课 关于讲章我们怎么来准备 那在这里面 我也是自己往往有这样的 是这样的经过准备 那么给大家有一个参考 首先我们说要讲道 你必须要清楚你讲什么 所以第一个那就是选择讲题 选择讲题 选择讲题 常常有的时候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 负责的弟兄姊妹总是会先要问我 你今天讲什么题目 就表明为什么他们要问这个问题 就他也是希望知道你今天讲的大概是哪一方面的内容 现在有些人在讲题上下功夫 选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讲题 我们说这个并不是不好的方法 因为真的有很多人会为了这个讲题怎么样来听 从前我们知道有布道会 所谓就是传福音聚会 在做传福音聚会之前 从前会有那一些准备 在准备的时候 那就是会印一些单张 在这个里面就是讲是谁来讲的 然后呢讲什么题目 一个很吸引人的题目 往往会有人来的 当我年轻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还有这样的一种工作的方法和条件 那些布道会我常常看到那些我的前辈 那些布道家 他们常能想出一些很吸引人的题目 当然我们说 我们千万不要只有吸引人的题目 但是却没有真正好的内容 就好像有的人说笑话 那个大门做得非常漂亮 但是进去以后呢 是炒房 我们说你不要光有一个漂亮的大门把人吸引进来 吸引进来绝对是好事 但是要记住 更重要的 那是在里面 今天我们说传福音 弟兄姊妹 我们 必须要有一个吸引人的题目 那么其实我们讲道也一样 也是 需要有一个 题目的 所以选择讲题是第一个 这里面 第一点 讲章 任何的讲道 讲章应主题明确 讲章应主题明确 就像我刚才讲的 今天我们的讲道 是不是要造就人 勉励人 你自己在讲道的时候 先要知道我这篇信息 要勉励人的什么 是勉励他的信心 是勉励他的爱心 是勉励他不要贪爱世界 总的要有一个方向 你有了方向了 你再去准备那些信息的内容 至少你就知道 围绕这一个内容来准备 这样你不会东拉西扯 东拉西扯的人 往往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没有主题 讲章没有主题 反正为什么要讲道呢 轮到我讲 那怎么办 当然他也不敢说 我不讲圣经 所以呢 从圣经里面又讲不出一个内容 又没有一定的方向 讲讲这个 讲讲讲内 好像只要跟耶稣有关的名词 堆在一起就可以 今天我们说最要紧 我们讲到首先 主题要明确 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 所以我们说 如果 如果 不清楚 连 讲员自己 不清楚 要讲什么 整个内容 一定是漫无目的 漫无目的 听的人 不得要领 苦就苦了那些听的弟兄姊妹 听了老半天都还没抓住 到底你要叫我们知道什么 反正我们说天南地北 东拉西扯 今天我们说 我们必须要有重心 你不要从信心讲到盼望 从盼望讲到爱心 我们说没有一篇讲章 能够把这么多内容全都讲进去 听上去大家都觉得 对啊 信心要紧 盼望也要紧 爱心更要紧 但是我们说你到底要怎么样 既然要教导 你总得要有一个内容 有一个中心 所以我们说讲章 首先应当主题明确 那么在选讲题的时候 选择讲题的时候 第二 我 值得推荐的方法 这个是我觉得值得推荐 因为我自己尝试从这样 来得到讲题的 值得推荐的方法 第一个 分享 自己灵修 灵修读经读经时 特别受感的 量过 有相同处境了 有相同处境的贵重 一定会有共鸣 一定会有共鸣 受感 这也是 这也是今天我觉得很多 我们四中神的人 选择讲什么 最多的一个方法 今天一个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讲道的人 平时自己圣经不看 你到了时候去讲什么圣经 今天我们平时在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心里面受感动 当我们受感动的时候 我们把这一个信息 这一个亮光内容 放在心里面 然后再做一些准备 增加一些内容 增加几个例子 往往那就是一篇很好的信息 这样的信息 弟兄姊妹会喜欢 原因在哪里 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 一定我们跟弟兄姊妹 是比较洁净的 特别是我们本地的同工 我们本地的同工 我们对本地的信徒 大家生活在相当的环境 面对相同的周围的情况 必然有很多共同之处 你会从这一段圣经 特别受感 其实弟兄姊妹 他没有看到这段圣经 但你所特别受感的那一个感受 他们是同样需要 所以当你用这种方法的时候 相同处境的贵重 一定会有共鸣和同样的受感 所以其实弟兄姊妹 我们说呢 讲道的人有两种 一种是留在本地的 我们说做牧养工作的 往往做牧养工作的弟兄姊妹 是有一个难处 面对一个难处 天天要面对同样的一个会众 我们说每个礼拜讲道 都是对着同样这些会众 我自己很体会 在同一个地方牧会 牧十年 有的时候真是 一个做牧养工作的人觉得怎么样 这个里面道讲完了 讲干了 为什么这些信徒还是这些 天天来听 我说你只能怎么样 把讲过的再翻出来讲 翻出来讲 偶然讲一次 弟兄姊妹能量讲 讲来讲去 就是这么几篇信息 当然弟兄姊妹会觉得 你这个里面怎么样 都没有信息 没有亮光 没有内光 那么我们说另外有一种 那我们把它叫自由传道 他这边讲讲 那里讲讲 那他这个就比较合算了 对不对啊 一篇信息 这里讲过了 那边又讲 因为信徒 不一样 这完全正常 可以讲 因为神的话 需要给弟兄姊妹都得免 但是他也有不利的地方 不利在哪里 今天你要应付讲道是容易的 你要把这篇信息 讲到弟兄姊妹的心里 就不那么容易 我就是属于自由传道那一类的 到处去的 但是我们说你知道 有的时候也有难处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你完全不知道那边的信徒的情形 他们需要什么 如果你今天准备的信息不对头 而说你说讲了 你就没有能够达到真正的造就 当然你也可以应付过去 但是在神面前 自己觉得亏欠 那这个就是说 你在当地牧养的人就很合适 为什么 对于羊群的情形 了如指责 所以各有优趣点 其实 今天对于一个做牧养工作 留在本地的 你如果能够自己平时 灵修 抓住 好好的读经 你不可能读了一个礼拜的圣经 都没有亮过 这一个礼拜里面 读经你都完全不受感动 那我觉得那你有问题 今天怎么样你都会有一些经文 是你受感动的 然后你可以围绕这个中心 来做准备 今天我们说 我知道有些地方 他们的教会 我听说那个韩国的教会很兴旺 大家都知道 韩国教会 他们有些教会 每天早晨有祷告会的 每天有五点半 他们的祷告会 还不仅仅是祷告 那一个牧师 每天早晨在祷告会里面 都要讲一点勉励的话 不需要很长 可能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但是每天要讲 就因为你就知道 这个不容易 每天要讲 这不是说讲一天两天 也不是一个礼拜 讲一次了 尽管只是二十分钟 半小时 有一次我请教一位韩国牧师 我说你怎么能够 每天都这么讲呢 他说那就是什么呀 每天从圣经里面看到的 内容不需要很多 点点滴滴的 就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 简单的一点两点 弟兄姊妹听了 心里面觉得得安慰 也就可以 就回家出去工作 去买菜 我们说 作为他们这一天的 一个力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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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